法官的問題 那個案子是一個 父親 性親 親生女兒的案子 這個案子在學校裡面就發生了 就已經通報了 然後到警察局 警察局然後就趕快找通知社工 然後有心理私障師 各方面都已經介入 然後都有心理輔導 有各方面的報告出來了 當然不止所有的證據 不止只有這個被害的女孩子 所講的話而已 但是這個案子一審 二審同仲判無罪 那那些證據呢 為什麼判無罪呢 到三審的時候 法官一看才發現說 這些專業的諮商的一些鑑定的 輔導的一些詳細的資料報告 通通在迷風袋裡面 連開都沒拆 太離譜 那表示說你這些法官 根本就沒有重視這些第一線 親身跟這些被害的人 做深度訪談 以專業做出願意意見的那些人 也就是專家 心理專家 或者輔導的專家 這些一線通通沒有呈現在法庭上面 所以為什麼判無罪 就是這樣判無罪啊 最高法院把它發回去 就在今年五月的時候把它發回去 說這個這些 這些人都受過高度專業經驗 有些都是 李務美學或是博士 都是很專業 不是很值錢的喔 結果都沒有開封來看 都沒有開封 所以這種情形 你這些都是屬於鑑定證人啊 他們的鑑定意見 不是說你這個 是傳聞證據或什麼之類 不能這樣算的 這個突顯出法官 對這個專家的鑑定的資料 的親吾 在這個性侵害當中 根本不充足 另外一個案子啊 是突顯出醫院啊 就是醫院裡邊 那個案子是在發生在台中 是一個堂弟啊 性侵堂姐 那個堂姐是中度滯障 剛好我們今天也要談那個滯障 那個是滯障的 結果啊 一審判有罪 二審判有罪 那三審把它發為更審 為什麼發為更審 他那個 醫院裡面那個 診斷書裡面 出了一個非常重大的錯誤 是 因為被害人 去報案以後啊 就送到醫院去做驗傷診斷 結果 性侵害防治法裡面 刻意這一個醫院的醫師啊 才能自訴之外 還要有一些 那個 診斷的鑑定的資料 包括那個性侵的那個 那個經驗等等的檢查 譬如說什麼 受傷害 他那個女孩子說 他有肛門有受侵入 結果都沒有檢查 結果他 裡面都沒有記載 他只有記載那個 被害人的自訴 就被害人的說法 所以到法官的時候 就沒辦法判 他自訴的時候 他有沒有鑑定的結果 是不是如他主事所說呢 沒有說 不知道 結果這個證據 竟然可以拿這個證據起訴 然後 一審判罪 判了七年六個月 二審判了七年六個月 到三審檢察官 律師提出攻擊的時候 這麼重要的一個證據 你怎麼可以出這種披露呢 所以是醫院沒有把證據收起 第一個是醫院那邊 對於性侵害防治法 所課以他的責任 他沒有盡到 第二個 就是那個 警察可能在初步猜選 也沒有注意到 檢察官你要起訴的時候 檢定證據清單的時候 可能對那個鑑定 診斷報告書裡面的具體內容 也沒有詳細診 其實我們知道